血庫存量告急 安全庫存一度掉到不足三天 为了号召更多人一起晚袖捐书 花莲线门诺储蓄互助会 29号上午特别举办了捐血活动 而今天难得好天气 也吸引了不少民众一起来热情响应 受到新冠疫情影响 加上连日降雨 大大降低民众的捐血意愿 血庫存量告急 安全庫存一度掉到不足三天 为了号召更多人一同晚袖捐热血 花莲线门诺储蓄互助会29号上午 特别选在民理国小附设幼儿园前办理捐血活动 我们以往是办了很多社会公益活动 没有想到这一块 我想这一块的社会公益的意义 比任何一个社会公益来得更重要 所以今天是有了第一次 我们希望今天的这个活动 希望能够延续 未来能够延续 那真的要拜托大家 我们知道疫情的关系 可能让民众比较不敢出门 但是真的要拜托大家 希望大家有打疫苗的打三剂的 然后或是两剂的都可以前往来捐血 真的拜托大家 因为血库的用血量真的不足 随着天气逐渐好转 捐血人潮也少有回温 但目前在华联的血库存量也只剩三天 远远不足7到9天的安全标准 前天我们的安全库存量掉到不足三天 这两天的安全库存量 还好就是昨天开始有点放晴 那今天早上的安全库存量只剩下三天 其中A型O型跟AB型都只有三天 只有B型好一点点只有四天 那远远的低于我们的安全库存 华联捐血站也表示 会持续联手各单位办理捐血活动 并为在中山路上的捐血站 更是一年365天全年无休 欢迎有更多民众可以就近前往响应捐血 缓解目前的缺血困境 捐血一败就能一命 记者徐立琴华联市报导